这又能涮肉又能烤串的自助 你见过吗 大家好 我是程飞 今天咱们来吃一个烤串和涮肉 都是自助的这么一家店 这家店叫做纳年约 它在北京西四地区西石库小学的边上 它家是有两种模式 一个是单独的涮肉自助是89元 一个是烤串涮肉一体的自助 118元 这烤串它在后边单独烤着 这锅已经开了 咱先下锅 看看这肉它是挺给力的 这羊肉味好香啊 这肉酸好了 烤串也来了 这一把烤串 看着肉爽啊 拿到准备吃吧 剩下的烤串也来了 这些板子 把这口肉吃完 咱先吃烤串吧 要不然烤串凉了不好吃 这些就是比较常见的肉筋肉串 鸡翅 点了两 点了三个 两个凹着凉的 一个麻辣的 这鸡翅烤的是外焦里嫩啊 这鸡翅烤的是外焦里嫩啊 这啥酱可真是万物皆可占 骨肉香莲 这个毕竟它这个骨肉香莲 也就是超市买的半成品 所以这个肉比较 这个肉比较面 烤串的料挺不错的 就是这鱼豆腐再烤焦点更好吃了 香肠 梦回十五年前啊 上初中那会儿 学校门口小餐贩卖的烤茶都这味儿 五花肉 要在嘴里这滋滋冒油啊 这个牛蹄筋 看着好肥啊 入口黏黏滑滑糯糯的 再来看看这个板子 它家烤串师傅还挺有水平的 大口游去一下 赶快咽了 也不会塞牙 本来是这牛蹄管 也就是黄糊 我最喜欢的烤鸡心 就这么一串肉 外边烧烤摊上 卖个两块钱三块钱的不过分吧 鱿豆串烤尖椒和三串烤大蒜 生蒜我不爱吃啊 看看烤的喜不喜欢吃 打开新世界大门了 它这个大蒜 它这大蒜没什么不包皮 它这个大蒜烤熟了之后 吃起来面面的 就跟煮熟的土豆似的 烤熟了之后的这个蒜 它就吃起来不辣了 再来成块烤辣椒 这辣椒还真是非常的辣啊 这辣椒真是辣子不行了 涮一下试试 一会儿还是跟肉一起吃吧 热了 现在已经下午四点多了 它家这块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说 他们家也是下午不休餐 两点到五点之间 如果饿了的话 也可以来这块吃温饭 这刀现在这个串已经凉了 所以大家如果来这吃的话 一定要先把烤的串给吃了 现在这个烤串都吃干净了 咱们再次切换到蒜肉模式 把这个肉给吃了 把这个蒜肉给吃了 突然忘了还有一块没吃呢 成飞自制 撒尿牛丸串 好嘞 谢谢 哎呦 刚才有说什么了 哦 对了 有一点忘了 开始忘了说了 它家这块是如果一个人来的话 正常情况下 它应该现在是给小锅 但是它因为现在三四点钟嘛 那边单人区 它现在关灯了 所以说就给我上个大锅 如果要一个人来的话 需要知道这一点啊 刚才这个辣椒太辣了 吃不了 咱就着肉把它给吃了 这辣椒涮了一下 就着麻酱就着肉 这辣肉就好多了 这个金钱肚 是以前我没见过的 今年的新产品啊 不过它只限量五份 所以咱这五份都直接都给它下去了 大家这个鸡爪子也是可以不限量 再增入里头的 喜欢吃鸡爪子的朋友 可以多来两个了 这金钱肚涮好了 咱尝尝 这嚼起来非常的均等 咯吱咯吱的 鸡爪子好了 咱尝尝 而且它这里边都是把骨头给去掉了 这家店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家店 在我就是拍视频之前 我基本上有一个月来一次这家 但是自从拍了视频之后啊 因为要到处去吃嘛 就是同一家店肯定在不能吃太多次 所以这家店已经有一年没来过了 这家店我还是非常喜欢的啊 这家店也算是北京第一家 不知道是不是第一家 反正是最早一批 有烤块的自助 然后也是最早一批 百元以内的正型火锅自助 不是那种旋转小火锅的自助 它冰柜里发现了一个这橙汁的乳制品 也不知道好不好喝啊 咱尝尝 还行吧 就是 感觉怪怪的 但是你要接受的这种设定 它还是不错的 啊 那在香港词咱们吃了 现在我们在上面 做这个什么事情 我们再次吃了 我们来尝试咱们吃了 我们来尝试和胡萝卜 我們来尝试一下 并没有 buenos福 那家楽器 我们来尝试 看ront深处 我们是… 我们来尝试 我们来尝试 我尝试 我们来尝试 我们来尝试 这鸭鞋看着还可以 最后咱再穿点蔬菜什么的 各种东西都吃点 全都吃干净了啊 没有浪费的 那么好的 我们今天是这个火锅也吃过瘾了 口串也吃过瘾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希望我的视频可以给你大家好的胃口 咱们下期再见